曾經自己都用不好聽的話 來形容自己的基隆市長張通榮 前年的時候 不是有涉及官說嗎 叫說縱放打警察的太太 拒絕認錯涉嫌妨害公務案嗎 高等法院今天上午宣判 張通榮一年八個月的徒刑 同時認定一審給予緩刑 五年處分不當 因此撤銷緩刑的處分 如果最後定驗的話 張通榮要入獄服刑 不過張通榮上午表示遺憾 他不排除再上訴到最高法院 下午兩點鐘 他會親自的對外說明 表示抱歉之意 我深深的一起公 鞠躬道歉一副懊悔模樣 基隆市長張通榮涉嫌官 說向警方施壓引發外界抨擊 一審獲得緩刑五年處分 監察院兩次談合也都失敗 讓他逃過一劫 但高院二審判決逆轉撤銷緩刑 我覺得我是認錯 因為我起這個 這個審刑跟拍桌子 這就是我個人的這個啟動 我沒有出色的 是明顯的憲法 讓遺憾跳起的 我是瞭解 我不是去找酒駕的 只認錯不認罪 張通榮緩刑遭到撤銷 事情發生在前年九月 廖姓夫人因為酒駕 又違規停車遭攔檢 還揮拳打女警 張通榮得知消息 趕到派出所 竟然對員警施壓大耍官威 還威懸女警要他調職 在警局內拍桌怒罵 法官認為他助長特權歪封 依教唆公務員縱放罪 一審判刑一年八個月緩刑五年 但高院認為他堅持不認罪撤銷緩刑 身為市長張通榮做出最壞示範 事後還不斷辯解是為了維持 警民關係毫無悔意 讓二審法官無法苟同 記者楊榮汶 現在SN小組台北相報道